拋光的情况 因为拋光这个东西不只是在汽车里面 对于我们制作红木加剧的这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它拋光之后明显的光泽就出来了 拋光只是第二的工序 最后的工序就是打烂 这个就是在拋光 那拋光的前提之下就是要先磨好 要用沙子全部抹到位 沙子打破之后 做滑了之后 然后再来拿这个高钻素的拋光 拋光之后的 非常滑 然后有光泽有韧度 这前边还是没泡过光的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一看整个的拋光效果 跟那个对比 我刚才也说了 拋光的前提就是先用沙子 全部磨透 这个就是深磨工业 深磨工业它磨出来是木灰 如果是加了焦或者漆的 它磨出来是那种白色的灰粒 这个就是成功的木灰 大火子弹黑火老料的这种 它呢 油性比较好 油性比较好的东西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深磨抛光 然后再打个烂 稍果 非常的亮丽 能把这些大黑精 把它所有的通通的特征给显示出来 那这个打磨也是至关重要的 它关乎最后的润度跟光泽 还有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手感 打磨打得好的手感一摸上去 非常细滑 那磨不到位的呢 就是相对来讲粗糙啊 每一个脚脚落落 咱们都得用沙子磨到 这个是纯手工的活 现在没有机器代替啊 还有的很多网友 说有那种全智能的 什么机器来做这种打磨 那个是完全做不到的 刀杖术 我们来调一下最后的效果 现在是纯手工磨出来之后 抛光的啊 亮度有了吧 特别是黄公磨这个椅圈这一块呢 因为它关系的不同啊 它会比面板或者靠背板更要显得亮一些 这个就是纯正深磨的效果 深磨抛光 平时啊我们在视频里头呢 看见那些汽车曝光 跟这个是一个原理啊 因为高转速 它打出来呢 就很温 就很温 你这样对光一看是吧 亮度就有了 而且手感 非常好 细滑 那其实这种深磨的东西 它不是的家用 因为我们刚刚拿这个手一摸一下 它就有点黑 清黑了 那时间长了之后啊 它里面就会发黑 更发黑 然后很旧那种感觉啊 这个顶部也抛了 亮度 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啊 只要沙子磨到位了 大家高速段头一抛光啊 就整个就像起了包浆一样 对不 包浆的效果 好 现在切 这个大家